您好,欢迎收看9月3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旅会 佐新乡公所在今天举办了2020中秋月圆右键卓西 农特产品促销以及农民节基优农民的表扬活动 32位农民还有家属们一同上台接受佐新乡公所公开表扬 市场学生为亲自到场祝贺每一位优秀的农民,场面温馨感人 每一个获得资深农民表扬肯定的长者 务农资历平均都有半百年之久 即便现在心动缓慢,但仍开心的上台接受表扬 农家精神令人敬佩 卓西乡公所虽非农会单位,但也辅导乡内十多个各农产产销班 提升农民生产技术,更协助推广行销 今天借着中秋节时节,特别办理2020中秋月圆右键卓西农特产品促销 即农民节及优农民表扬 总共32位的农民以及家属一同上台接受公开表扬 场面温馨感人 白忙中仍赶到现场来参加的现长许正卫 除了亲自向获得表扬的农民亲和祝福 也和现场所有布农族农民一起传唱歌谣同乐 马上马西亚 马上马西亚 土那土 土那土 无尼马 无尼马 在卓西,终于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加工厂啊 我们的那个什么,普茶油加工厂也开始做了,对不对? 很快的明年就要完工,而且要开始生产,开始量产 所以就是希望把我们很多的设备把它提升 让我们的农友的心情,透过最精良的设备 然后透过最优势的行销,把它整个行销出去 因应农业未来趋势以及农民的需求 相公所向中央及县政府积极提案 包括苦茶油加工厂、原住民产业服务中心 新建工程都已经获得经费益注并按计划执行 乡长吕碧贤表示,未来仍会持续争取相关经费 投注在卓西乡农业发展上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